我覺得不是韓國瑜這一招 我覺得韓國瑜後面有高人指點 因為這個高人這不是普通人 會有做這種政治判斷的 這個是要等於說 把台灣內部問題的統獨爭議 在這一次大選中間攤牌 就大家選一次拼拼看 到底你是要支持這個統還是獨 他統一的概念來講 在台灣是屬於少部分的 我們現在所謂的台灣 其實全國的政治人物都支持獨立 但是有幾種的獨立方式 一種是民進黨的獨立方式 就是說台灣是主權獨立國家 第二種叫做什麼東西 說中華民國是主權獨立國家 那現在這兩種的爭議 要這一次在直接面對面 直球對決衝突一次 你說中華民國對上台灣 對 就中華民國跟台灣對決一次 對決完了誰輸誰贏 輸贏完了以後就不要吵了 你要搞台獨要搞什麼也沒關係 所以這一次是面對面 韓國瑜這個只有一個韓國瑜 代總敢幹這個事 因為邱奇爾講過一個政治人物的基本條件 什麼 有三個條件 第一個叫勇敢 第二個叫勇敢 第三個叫勇敢 勇敢 就代總才能幹政治 勞總不能幹的 如果剛剛謝龍介講的那個人是不撈總的話 那也沒什麼搞頭的嘛 所以今天這個裡面在台灣如果今天韓國瑜就跟你民進黨直接衝突嘛 這直球對決嘛 那你要說韓國瑜會賣台 他有本事賣台嗎 那都是誇大其詞嘛 所以講難聽一點 民進黨面臨到非常嚴酷的挑戰 就是經濟議題嘛 我們現在回頭過來看民進黨經濟議題多可怕 現在你看到我們記得2017年的18年年初開始中美貿易戰爭開始的時候 有記者去問賴清德行政院長說中美貿易戰爭對台灣有沒有影響 他說沒有影響 沒有影響 對國際情勢的判斷如此的貧乏 那我們前上個禮拜看到一個可怕的事情發生了 什麼可怕的事情 郭台銘去幫韓國瑜了 賣法啦 郭台銘 郭台銘 他是懂中美貿易戰爭每一個細節的人啊 他是當事人啊 iPhone全世界最大的工廠啊 他跟川普隨時可以見面 他跟習近平可以隨時見面 他跟歐洲領袖隨時可以見面 因為他是一個大型的一個世界級的一個製造一個巨擘嘛 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 郭台銘可以替台灣找到一個台灣未來製造業的未來 跟規劃的方案你知道嗎 民主黨現在沒方案 這可怕在這裡 這不要再打嘴炮了 現在誰能夠提出一個方案 那就解決問題 目前韓國瑜幹一件事情 叫做庶民經濟 什麼庶民經濟 農產品 漁產品 就是貪商嘛 貪商經濟嘛 三種這都是庶民經濟 都是小老百姓的生活 但是未來20年台灣怎麼走 20年年怎麼辦 這些年輕人未來是誰來照顧 民進黨沒有方案 柯P不知道在幹嘛 柯P有講說 我們現在台灣要經濟要國防 要經濟要國防 柯P也沒方案 所以目前我看到現在為止比較可怕的組合 是第一個就是韓國瑜 叫郭台銘 因為郭台銘如果替他提出一個製造業的一個整合方案 郭台銘自己的洪海現在在幹什麼 他在幹嘛 在轉型啊 他就是配合全世界形勢在轉型嘛 他的轉型跟台灣的轉型是不是同步呢 如果這個轉型結合在一起的話 那當然國民黨必勝了 那還玩個鬼頭啊 所以這就是我看到的 民進黨在處下風的一個情況 那韓國瑜敢直球對決的條件 跟郭台銘 跟郭台銘